Good morning,又是嶄新的一天 拍影片将近四年了 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生命故事 大家也都从不同的角度 认识了Peter大部分的家人 但大部分都只是其中一个片段 没有很完整的跟大家分享过我的故事 今天呢,就想拍一支捉买Live的影片 让大家可以更完整的认识我 那大家知道,我不太会画画 所以今天,就叫由苏珊来画下Peter的故事 准备好了吗? 故事要开始咯 1991年10月26号 是个星期六 在Peter出生前的一个晚上 妈妈还大着肚子在拍桌上奋战 直到我踢踢她的肚子 告诉她,我准备好来到这个世界咯 妈妈才从拍桌直奔台北荣民总医院 她说她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剩下我 没有让她感受到太多的痛苦 六岁上小学之前 我记得爸爸妈妈工作非常忙碌 也不是很会或很想照顾小孩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我跟奶奶相依为命 我跟奶奶睡在她的房间 哦,对了 也就是后来中月睡的房间 晚上最喜欢开着小夜灯睡觉 奶奶有时候早上会去市场或公园运动 我只要不小心睡太晚 起床找不到她 都会哭得非常的伤心 问爷爷 奶奶跑去哪里了? Frank也时常会奶奶家哦 奶奶会泡奶给我们喝 我们就在爷爷的按摩椅上 学着吹口哨 她很快就学会了 我却还没有抓到诀窍 记忆中 妈妈偶尔会接我出去玩 但随着年纪变大 每次妈妈带我回奶奶家的时候 我都会嚎啕大哭 希望妈妈不要把我丢在奶奶家 希望她可以不要离开 但妈妈还是跟我说 妈妈要去工作 在那段时间 爷爷奶奶也带我去过很多次美国 记得在坐长途飞机的时候 我都是睡在爷爷奶奶的脚底下 还不知道飞机起降的时候 会因为压力而鸣 很好奇地问起他们 咦? 为什么我的耳朵突然听不见声音了? 三岁那年 我在美国待了长达半年的时间 还短暂地在那边念过幼稚园 印象最深刻的是 每次老师问说 谁可以帮忙去提牛奶的时候 我都会很热情地希望可以帮忙 记得在美国的那段期间 有好多不同的阿姨 带我去迪士尼玩 可能也是从那时候 在心里埋下了小小的种子 现在 才这么爱迪士尼吧 有一年爸爸跟妈妈 也跟团到拉斯维加斯旅游 记得古典一家人 开了五个小时的车 在我从洛杉矶 到拉斯维加斯跟他们会合 然后跟团 妈妈又带我去了一次迪士尼乐园 印象中在小学之前 爸爸妈妈带着我 搬过好几次家 我们从阿公在三重的公寓顶楼 坐着搬家公司的货车 一路到了天母皇家牛肉面楼上 楼下还有生活市集 后来妈妈又到了关渡租房子 大建房子的楼下有游泳吃 记得我还吵过几次 要叫爸爸陪我去游泳 最后妈妈在那附近 也买了一间房子 六岁准备上小学了 小学的第一天 也是奶奶陪着我去学校的 坐在教室里面 看着窗外的她 依然露出招牌慈善的笑容 跟其他家长打招呼 那时候的我 没有哭 但是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焦虑 上小学之后 爸爸妈妈决定把我接回家里住了 妈妈说奶奶因此很伤心 因为我头也不回的 就跟妈妈走了 妈妈也很得意说了一辈子 妈妈就是妈妈 他们觉得石牌的学校比较好 所以每天爸爸都会从关渡 带着我到石牌念书 每天晚上爸爸会用电视设定好闹钟 早上电视打开的时候 就代表要起床去上学了 爸爸会先开着车 带我去东方美买早餐 他最喜欢吃的 是火腿起司蛋 蛋要散蛋 再配一杯冰奶茶 妈妈每天上班都上到很晚 下课之后 我都会先到奶奶家 等妈妈来接我回家 但只要一超过八点 妈妈还没来 我就会非常的焦虑 希望叔叔或奶奶 可以帮我打电话给妈妈 问他 好了吗 可以来接我回家了吗 什么时候会来接我回家 就这样 一日复一日 重复着同样的焦虑 或许他们希望我也要学着长大 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说服我 不让我打给妈妈 我渐渐的不敢再麻烦他们 生怕被骂 或是 他们不理解我到底有多焦虑 我真的很想妈妈 很希望她赶快来接我 我开始会偷偷把无线电话 带到厕所 暗自哭泣 然后 打电话给妈妈 妈妈的手机不是很好打 她在一个吵杂的环境上班 也不允许马上接电话 我通常都打了好几十通 越打越焦虑 希望妈妈可以赶快接我电话 好几次因为妈妈一直没接 在厕所待太久 被叔叔发现 我投胎电话进去打给妈妈 被拆穿之后 就得更小心的不被发现 就这样 每天晚上都过得非常焦虑 爸爸妈妈常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 也常常婴儿大打出手 再长大一点我才知道 原来在我四岁时 他们就离婚了 只是为了孩子 他们还是选择先住在一起 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安全感 其实我有自己的房间 但我一直都不敢自己睡 还是黏在爸爸妈妈身边 睡在他们床旁边的地上好一段时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爸爸妈妈不再一起睡了 爸爸开始睡在沙发上 妈妈带我去很多地方 也都会跟我说 不要跟爸爸说 我开始很多事情会放在心里 不知道该说 还不该说 直到后来爸爸认识了新的阿姨 从此办理了家里 我印象中 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跟我好好说过这件事 但我一直都知道他们的关系 所以也没有再多问 爸爸离家之后 我们能见面的时间 就剩下周末 假日偶尔他会带我去他们家住 急得周末去爸爸那边 如果我表现得太开心 或太想去 妈妈都会因此很吃醋 或很难过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妈妈在照料我 但我夹在中间 其实心里也很为难 因为我还不明白大人之间的纠葛 对我来说 我没有比较爱谁 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跟妈妈在一起住 我也是会想爸爸 记得有一次 我跟爸爸出去 工课没有做完 妈妈打电话来把我臭麻了一顿 希望我赶快回家 爸爸看到我很委屈 就载着我 跑回家里找妈妈理论 我因此害他们大吵了一架 吵到两个人都失去了理智 但是最后只好报警收场 后来妈妈也认识了新叔叔 从那时候开始 我却有两个爸爸 跟两个妈妈 新的叔叔 一开始比较不爱跟我讲话 那新的阿姨 一开始对我很好 她会带我去乐园玩 会陪我吃饭 叔叔跟妈妈开始也会带我去旅游 最常带我去的 就是台南跟墾丁 我帮叔叔用地图找路 我们开始变得有话聊 那段时间 爸爸妈妈依然忙碌 比较少时间可以陪伴我 三年级时 我就有了一张远传的衣服卡 跟手机 我会自己坐捷运去星光三月 看5566的签唱会 结束的时候 再从信义区 走着红线回关渡 然后再请她下山来接我 小学五年级之后 我都是自己坐公车下山 再换捷运上学 晚上回家的时候打给妈妈 她会再请叔叔开车下山来接我回家 新的叔叔来到家里之后 妈妈的情绪好像稳定了很多 因为她帮忙家里解决了很多钱的烦恼 在我们家最需要钱的时候 救了妈妈一把 救了我们家一命 妈妈其实不是很会带小孩 也不是很会教小孩 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犯错 妈妈都会拿着衣架追着我打 或是直接伤我一个耳光 那时候其实我还很小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在心里默默的立志 告诉我自己 我长大以后 一定不要当这样的爸妈 也因为小时候这种小小的恨 让我现在希望可以陪着孩子长大 让他们不用担心被打 还是被骂 希望可以给他们不一样的教育方式 爸爸好像很喜欢当老板 我印象中他开过网咖 房仲 电玩店 可惜 最后都没有成功 印象最深刻的工作 应该就是帮五月天找录音室了 记得他说他要带我跟五月天燕鸣吃饭的时候 我开心到两天睡不着觉 我还偷偷看他的手机 结果真的有燕鸣的电话 那时候真的超兴奋的 但没想到跟燕鸣吃饭的时候 包厢里面刚好有电视 我居然在看新牛牛的比赛 迷上5566的时候 我常吵着他们要带我去听演唱会 或看跨年表演 妈妈都会要我叫爸爸带我去 因为他感到一点兴趣也没有 爸爸陪我去南港101 参加了他们的第一场演唱会 记得那场演唱会 只要买专辑就可以进场 爸爸就在远远的地方等我 因为他也不是感到很有兴趣 我自己一个人站在摇滚区前面 超怕他不见的 一直回头看他 到底还在不在 第二次演唱会 是要上国中之前 原本答应我要一起去台北田进场的他 可能太累了 就拿了2000块给我 请我找同学跟我一起去 准备上国中了 我有一个邻居好朋友跟我一样大 我们常常在社区一起玩 他邀请我一起去宜兰念一所私立国中 我看到可以坐火车上学 又可以住校 看着简章还有影片宣传心动不已 回家就吵着妈妈 要让我去念 但那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 其实妈妈负担不起这样的学费 她因此希望我可以去跟奶奶说 请她帮我出学费 想起来 我这还有点不懂事 奶奶为了怕叔叔觉得不公平 所以偷偷在我要离开奶奶家的时候 默默地跟了出来 拿了2万块给我 叫我拿去缴学费 不敢让其他人知道 国中开学之后 住校生活 开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待在学校 可能因为刚来到新的地方 一切都觉得非常的新奇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跟爸爸联络了 有一天 就突然想到 嗯? 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给他 虽然我不知道跟他讲些什么 但就想打个电话 在等火车回到学校之前 我就打了通电话给他 我问他 你在干嘛? 他回答什么 我已经忘了 我甚至想多尬聊几句 说 我准备要回学校啊 什么的 但 最后好像 也没有聊超过两分钟 就不知道要聊些什么 就跟他说 嗯 拜拜 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上电话了 在那年我生日过后的没几天 老师突然紧急的把我叫到办公室 请我打电话回家 我记得那是个星期五 我们准备要搭火车回台北之前 妈妈在电话里告诉我 晚上 要带我回奶奶家 奶奶有些事情要跟我说 到台北 妈妈接我上车之后 告诉我 你爸走了 当下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泪就不自觉地一直滴 心里想着 好多好多跟爸爸的回忆 还有一直在想 他是怎么走的 怎么这么突然 是车祸吗 还是生病了 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 在车上 妈妈也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回到奶奶家 我看到爷爷 我跟他相拥而泣 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因为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爸爸去当天使了 奶奶把爸爸的遗书给我 我才知道 爸爸因为没有钱 承受不住生活的压力 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移住里面他告诉我 希望我要脚踏实地 不要像他一样没用 要我帮他照顾好爷爷奶奶 那时候他跟阿姨生的妹妹 才出生没几个月 阿姨是那段时间 跟他最亲近的人 他应该很难过爸爸的离去 但家里的人 好像都不是很喜欢他 他只能躲在房间里 带着妹妹默默哭泣 那段时间 我沉浸在悲伤里 我好像也无法为他做什么努力 只觉得 他跟妹妹都很可怜 在爸爸离去之后 我开始变得暴躁 变得很有攻击性 有一天在学校晚自习 收考卷时 被同学误会了我作弊 我愤而朝同学的脸上挥了一拳 就这样 把同学的门牙打断了 妈妈带着我到同学家开的印刷厂 喝头道歉 看着妈妈跪在那边 哭泣着跟对方道歉 我深深的体认到 我真的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 那段期间 妈妈也陪我上了好几次的少年法庭 我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对那位同学非常的抱歉 后来情绪不定 又转了好几次学 郭三开始认证念书 让我在危险边缘 考上了台北市的最后一所公立高中 上高中的时候 妈妈还是常常因为钱的事情 情绪不稳 家里的气氛变化无常 我在心里就默默地跟自己立下约定 我一定要赶快离开这个家 我要出去赚钱 不要再让妈妈因为钱的事情而感到焦虑 上大学前的暑假 我看到新闻抛马灯 在征求艺术家乡的志工 当时很热血 就像那个小时候 抢着帮忙提牛奶的男孩一样 马上报名了剧团的面试 顺利录取之后 也开始了我长达八年的剧团生活 在大二那年就读戏剧系的我 想说毕业要做的工作 应该也是一样 我缴了这四年的学费好像也是白缴 还不如到职场去磨练赚钱 于是就毅然决然地决定休学 开始全职的剧场演员生活 也在剧团认识了苏珊 那时候我白天在餐厅打工 下午晚上在剧团排练 搜墨下乡演出 记得有一次骑车去剧团的时候 骑到睡着 撞到路边的墙壁 发现自己不能再这样骑车骑这么远 实在太危险了 于是我就搬离了我这十几年住的家 跑去跟苏珊挤在只有五平的小套房 那年的九月 在台东连演的路上 收到了妈妈的简讯 她告诉我 叔叔生病了 得到了口腔癌 而且已经是末期 医生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算开刀 存活的几率也不高 叔叔最后为了妈妈 选择很勇敢的开刀 在那之后 我也暂停了些剧团的演出 还记得陪叔叔进医院 准备开刀的那天 她还特别交代我跟苏珊 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希望我可以好好地照顾妈妈 妈妈也因为叔叔的生病 去做了健康检查 被检查出大肠癌三期 妈妈那段时间非常沮丧 跟我交代了好多她的后事 叔叔口腔癌的刀 是一个非常大的刀 需要开十几个小时 我就坐在手术室门口等待 终于 医生出来念了叔叔的名字 还记得看到刚开完刀的她 眼泪完全忍不住 不断溃提 叔叔全身上下 插满了管子跟鞋带 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心想 为什么有人需要接受这样的痛苦 叔叔就这样 躺在病床上躺了半年 最后也离开了我们 还记得告别事实 我第一次感受到 我很像小老婆偷生的小孩 她的家人完全无法接受我们 但我一点也不在意这些 因为叔叔在我们家 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也对妈妈不离不弃 在跟苏珊交往两年之后 我们选择步入礼堂 婚礼上很感谢妈妈从小的照顾 也很想念爸爸跟叔叔 计划一年后生小孩的我们 实现了愿望 开始拍影片之后 从没有收入跟苏珊争执 到后来收入稳定 买了人生的第一间房子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有机会再说给大家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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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